五月三 你要飞去沙巴的 这么说可以去沙巴 我是在亚比 在一个某个人在 进行一个亲战会 半途在演讲的时候 他们在后面告诉我 这不发生事情了 所以五月三盼望 这边发生事情 我根本也不知道 也没有任何的阴影 五月四早上 当时的沙巴的 首席不能收东西沙巴 他就派两个 一面天的官员来告诉我 你 你是被列入黑命大鸟的吗 黑命大鸟 你不能够逗留 你要离开 你不怕吗 那个时候 年轻吗 不知道天多么高地多么厚